以前的诸周期通常都是三年四年一个周期 而这一轮的周期已经显然明显拉长了 现在在底部已经两年多 接近三年了 按照正常的周期的规律 大概四年左右一个规律的话 现在应该是进入上升阶段了 这是正常格局是这样判断的 但是今天情况有所不同 以散富小户为核心的体系下 而今天中国的养猪业 规模化和体系化已经逐步占上风 今天规模化的养殖 已经占了整个猪养殖量的60%以上 就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管理的提升 和政策的落实 所以说我们养猪的效率在逐步的提升 由于这个错综复杂的原因 我们的消费增长是不够的 这个一个是产能有所提升 一个消费略显不足 这叫供需之间的这个匹配度 有所变化 这是导致这个叫做 诸周期拉长的原因之一吧 所以说我相信呢 随着我经济的这个发展 随着老百姓消费信心的提升 那么我们的消费上了 这个销售就好了 我总的认为啊 这个已经连续近三年的低谷了 那么再三年的可能性很小 那么往上走的几率会大一些 估计今年下半年 这个这个猪价格可能会回到成本线以上的可能性是蛮大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